师母 有空吗 有 房医生 我听小雪说 昨天你们一块儿吃饭 是的 我们家小雪呢 一向都不主动 不过她是个孝顺孩子 她知道她爸爸希望 你们俩在一块儿 就找机会想多了解你一点 是 所以 你的决定是 不说话 我应该解读成 你答应了还是拒绝啊 不瞒您说 我也在想 自己调理适不适合 这一点呢 院长您检验过了 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你应该相信院长的眼光啊 房医生 我一看你 我就知道你是个 干脆利落的人 我们家的条件 你都很清楚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就赶紧把婚结了 你觉得怎么样 能不能在 能不能送我下楼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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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没有 以后就开到这部车上下班 这颜色等款是 是小雪依照房医生风格选的 很感谢您 但是我不需要 拿着吧 成为一家人就这么回事 以后有很多事都会变得不一样的 好 哥 你怎么来了 这个是爸让我拿给你换鞋的衣服 你这两天又不能回家了吧 我这时候值班 刚刚那个阿姨是谁啊 她为什么要送给您车 不是 不是哥 这不关你的事 不是哥 你真的要收上这辆车 你真的要入车到他们家 为了讨好他们跟家里断绝关系吗 如果这样我真的要看不起你了哥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哥 网上车给我回家吃饭吧 太太回来了 小姐在家吗 在家 妈妈你回来了 怎么样她同意了吗 找个合适的时间 你给她回家吃顿饭 那她会来吗 那同意跟我结婚了吗 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啊 我们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是傻瓜才会拒绝的 好爱你啊 行了啊 别得意得太早 你凑小子脾气硬得很 整天板着个脸 以后有的你最少 来了 这个 点一下 好 好 小龙能起床这么早 这么不容易 这都是月月的功劳 哪有 这么早谁来了 别扑我 你坐继续吃 我去 来 哥哥 来一个 姑姑 老姑姑 你好 我是院长的司机 这是我们院长的一点心意 你看这方在哪里合适啊 你是说白院长 是 是 还有啊 对 这些钱都是 白院长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送我们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要不你问一下房医生吧 喂 喂 我叫你们你们没听见吗 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没礼貌啊 小龙 你们回去告诉你们院长 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 我爸爸也不是那种会把自己儿子给卖了的人 这种侮辱人的婚姻 我们绝对不同意 什么卖儿子 这什么意思啊 那小龙 你先别激动 那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还没搞清楚呢啊 我来跟他们说吧 你们先回去 我现在睡着了 你们前面说是儿子 你真的要跟家里脱离关系 入职到他们家去 那也不对呀 那结婚也应该是 我们跟女方送彩礼 哪有女方送彩礼的 这个道理 人家是院长千金 当然不一样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 我哥竟然被一辆SUV 给收满了 什么SUV啊 车辆 院长家送的车 送车了 天忆 天忆 那个小龙说的是 真的吗 有一部分是 所以 所以你 已经决定了 我还没有回复他们 你还没有回复他们 你还没有回复他们 他们就送这么多东西 送给你那么贵的车 房天忆 你太自私了 你知道他们那么做 有多少人吗 哪里伤人了 人家现在是认可 我的人品和工作能力 不嫌弃我们家的环境 哪里伤人了 搞不好哪天 今天我还能当院长 我还能当院长呢 院长 他们单意给你当院长了 你想得还真够远啊 你这根本就不是要结婚 你这就是要把自己给卖了 关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决定 你管好你自己吧你 哥 你是不是真疯了 好了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 安静一下 不要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呢 不是 爸 你这就不管了啊 你过来跟哥说 不要结这个婚啊 天忆啊 你该累了吧 早点休息 这事 咱们改天有空再说吧 是吧 哥 你快去跟爸说 你说你不结这个婚 不关你的事 什么就不关我的事 怎么就不关我的事了 小龙 小龙 现在大家心里都会乱 你就不要再说了 小龙 送这些东西 原来是为了打罚我们呀 小龙 结婚的同时 我要跟房家的所有人 断绝关系 不就是结婚吗 我结 我现在马上就结 您满意了吧 哥 哥 你干什么 天忆 你刚才说 你还没有回复他们是吧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真的想结这个婚呢 如果 那什么那个 爸爸上一次 因为喝醉了 所以让你跟天忆 赶紧结婚 那是醉话 你千万别当真了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的话 那我现在可以跟你道歉 我随时可以跟你道歉 真的 当爸爸的 本来就不应该喝高了 就随便说话是吧 您既然已经说出您的期望了 那就没必要 现在又道歉了 你看你 出大事了 天忆啊 快去看看你爸和天忆 姑姑 今天是周末 你能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 快起来 真的出大事了 天忆要和那院长的女儿 结婚了 你爸爸刚才怒气冲冲地 去找天忆了 我看肯定要出大事 你快去看看 这姑姑 这天忆 自己婚姻的事情 她自己会看着办的 那再说了 这种事情我们管不了 这是天忆和爸爸的事情 不是谁出面就能解决的 这不是普通的小事 她是你亲弟弟 她被院长抢走了 结婚而已 怎么能是抢走呢 我想啊 天忆一定会谨慎考虑的 我们就别管了啊 我哥真可怜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自己不结婚 已经是大不孝了 现在你弟弟出事情 你还摆出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你还都失白领 还是 还高财生的 气死我了 真是 我是希望你快点结婚 但是你不能因为我 希望你结婚 所以你就随便说结婚 是吧 你知道的 这个结婚是人生大事 它关系到两个人 那长时间的幸福 那您当时再婚 是为了幸福吗 我那个 我那个是 我说实话 我当时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妈妈来照顾你跟天心 可那个女人生了小龙 抛弃你 抛弃小龙 离开这个家 天忆 她不是那个女人 她替我生了小龙 替你生了个弟弟 她是你后妈 我根本不认识她 她的出现只是让你过得更辛苦而已 爸 你知道你那个时候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兄弟姐妹 我看着有多难受吗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幸福不幸福了 我真的不相信 还有 不要一方面叫我赶快结婚 另一方面又要我赶快考虑幸福 不要冲动 我真的不信 不是不是不是 天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院长家 那个 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做法 我真的觉得不适合 什么叫做适合 我是整个医院里面最适合当主任的人 结果呢 从小到大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只要我努力 我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拼了命的努力当了医生 但后来我明白了 有很多事情是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的 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 我不管啊 不管怎么说 你这个结婚一定要有感情做基础 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 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结了这个婚 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最起码那是院长能给的 你呀 你听我说呀 不要再说了 你越说我就越不想听 你越说我就越想结婚 如果你再说 我说我明天就起婚了 你 你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想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先去洗澡了 我不要再用这个 我就是可疑了 我的天啊 你刚刚 arena 我还是已经返好了 我说的 你干什么 我不能吃